據中國地震台測定 當地時間6月1日下午5時 在瓦安市盧山縣發生理事6.1級地震 震源深度17,000米 3分鐘後 在瓦安市保興縣又發生理事4.5級地震 震源深度18,000米 地震發生時 許多當地居民衝到室外安全地帶躲避 影片顯示地震造成巨大山石崩裂後滾落 窄到汽車上還有一些房屋受損出現裂縫 據瓦安市應急管理局消息 地震造成盧山縣、保興縣部分鄉縣受災 4人被飛石擲中喪生 四川成都、港元、南蔥、洛山、宜濱等地震感明顯 有影片顯示地震發生時 成都網友家中的吊燈猛然搖房 有專家表示 今次地震屬於2013年 盧山尼市7.0級地震的余震 據中央氣象台預計 未來3天 盧山縣將會出現降雨天氣 風力較大 受地震影響 有發生山泥傾瀉 黎石流和崩塌等次生災害的風險 今日 中國地震台網再通報 在今日早上7時48分 四川雅安市 盧山縣發生3.2級地震 震源深度18,000米 截至今日早上9時 地震共導致4人死亡 41人受傷 其中一人傷勢危殆 截至今日早上5時 12,722人被緊急撤離 接着 ừ 期待 如果你把你負責 hurts 我們只是想說 你走 在心死亡 你歸 從心死亡 你 你 歸